偶數加總特別注意,他這邊有提到就是說A跟B輸入之後 所以這個是它的初始值 這個的話呢是它的結束值 OK,那初始值跟結束值 後面的話,而且是偶數,偶數的話呢那就是step一定要是 2嘛,所以如果有這種概念之後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302部分 其實302主要是加這個啦,當然你們剛開始思考考試的時候反正 他要A,你就宣告個A,然後呢他要輸入的話,你就讓他input 那input的話呢一定是一個字串 所以如果你要轉型的話 你就給他一個int,或者這邊也可以加一個eValue,其實兩個方法都可以 不過你可能要注意一下,eValue的話 如果有小數點,你可能要用eValue,如果沒有小數點,因為他是強調整數 整數的話呢,那你可以用int 好像這一題,他好像有提到用整數 所以我們用int 如果他有提到要 浮點 或者小數點的話,你就用float 這個概念要有,因為 轉型太錯的話,那後面應該就全錯了 接下來的話呢,他就要 那個偶數連加 偶數連加就是說,我這邊打個form form 那接下來的話呢,你就要知道for i in range 所以這個可能要慢慢 自己手打,多打幾遍的話 應該慢慢就習慣了 那關鍵在這個range range後面有三個值 一定要給他 第一個 我們的初始值的話是a,所以就給a就可以了 有沒有 豆點 b,再來就 他的結束值 結束值的話就b 但是問題呢,他是結束在什麼呢?b的下一個 所以這邊加1 OK,應該沒問題吧 在豆點 他的那個什麼呢?step step就是他 是不是 每一個,如果預設都1,就是一直往後加 加1的話,那就不用打 如果不是是2的話,偶數的話,你就 輸入一個2 最後記得要把他結束加一個冒號 OK 這樣的話呢,他就知道說 你是初始值是a 從a開始 所以 如果今天輸入14,他就14進來 然後b的話呢,1144 1144,他就1145啦 加1 每間隔一個就step2 OK,把他enter一下 Enter呢 他一定會縮排,有沒有 因為Eclipse會自動幫你縮排 不過未來如果你用別的編輯器 可能他沒有幫你縮排 你可能要自己怎麼樣 假設沒有縮排,你自己按一個tape tape鍵 OK,如果沒有 這個 縮排也是程式的一部分 那要做什麼呢?就把那個值給累加起來 所以累加的話呢 就是什麼呢 Ans這個值 Ans等於什麼呢 等於 你可以加等於i啦 或者你可以打個 Ans 加i也可以 OK 最後的話呢 再把那個什麼 再把那個 結果給print print記得 你不是打在這裡 print 同學之前打print什麼 把answer給print出來 如果你打在這裡面 他輸出一個 就print了一個 可是我不是啊 我是要最後一次 就輸出 記得這個縮排位置一定要在前面 你不能在裡面 這個叫裡面 這個叫外面 這個 要看懂 因為 之前有同學放錯位置 其實為什麼會每一次一輸出 跑一次就輸出很多東西 因為你放錯位置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把它寫完之後 就OK了 另外呢 這邊 Ans等於 Ans加 有沒有 這種寫法的話 我有講過 你可以 不寫這樣 你可以 加 等於i也可以 OK 那至於兩種哪個方法 OK的話 反正考試他被要求 而且 說真的 當然加等於感覺會比較漂亮一點點 而且 比較簡潔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 這個 感覺對有一些同學來說會有障礙的話 那不如你就記 剛剛這種寫法 也沒有關係啦 那沒有 我想說這種東西寫法 沒有標準 沒有絕 那寫這種好處是說以後如果你寫VBA 你這樣寫也可以 在VBA可以這樣寫 但是VBA裡面不能寫成加等於 OK OK 所以 所以有的時候啦 我的習慣是這樣 盡量就記什麼 反正要記兩個都 兩邊都可以的 為什麼 因為記 一邊可以 不行嘛 因為這個寫法這邊可以 要記一種 如果兩邊都可以 如果 單獨可以 就要記兩種 如果兩邊都可以記一種就好了 所以有的時候啦 你的腦袋沒那麼多 容量沒那麼多的話 盡量就記 盡量少記的方法 OK 所以慢慢慢慢 所以程式是這樣 我發現喔 程式並不是學越多越好 而是說學越少越好 就是說你要記的東西盡量把它去掉 所以有些東西盡量剔除 可能很多種寫法 但是最後我乾脆保留一種 我自己最習慣的寫法就好了 不然的話說每個都可以 最後 那當然你不是說全部都把它忘掉 其他的東西就放在一個 你找得到的地方 像我習慣放雲端上面嘛 我就自己整理整理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將來我要的時候呢 我還是可以找得到 我還是可以把它拿出來 馬上可以 馬上參考馬上可以寫出來 只是說有些時候 你要找到一個 比較 不用特別去背它 你也會的那個方法 那個很重要 不然考試的時候 你如果沒得參考 那完蛋了 OK 這個是我自己分享 我自己的寫作的經驗啦 因為 每個人 因為事實上要跨進程式設計的 真的不太 不太容易 因為很多人真的是 不是天生就是那種 寫 有人想說我不是寫程式的料 後來我發現其實也不是什麼 只是因為你沒有掌握到那個訣竅啦 所以你如果掌握那個訣竅的話 我覺得你會寫得越來越愉快 雖然你們現在可能還沒有辦法體驗到 我就覺得 越寫越有成就感 OK 因為寫越可以複雜的東西 然後都可以很快處理完畢 真是也很棒的經驗 OK 所以工作裡面 你效率提高之後的話 很多事情 做完你就剩下時間就自己的 OK 好那再來的話 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再來的話最好是說你可以 假設考試吧 如果針對考試 你就是要輸入一樣的值 輸入這個跟這個 那結果這個 如果OK的話 那表示這一題沒問題 我們就可以做下一題了 當然你不是說只是輸入這個 其他一群你可以再試試看有沒有別的 是4 1144 Enter OK 當然如果OK之後你可以再試試看 看比如說 2幫我加到 90 2加到100 255 應該沒錯 OK 那如果這樣沒問題的話 那這一題就 差不多 差不多OK 是 如果初始值放E的話 就會 對 你要先用一個E 因為這一題好像沒有那麼複雜 因為他基本上 他就是 初始值 其實你如果在考試的時候 如果你寫這樣其實他就是 得分了 但他可能我是覺得他設計裡面有盲點 就是說 他是說偶數 對偶數連加 可是如果今天假設我們今天輸入不是偶數的話 那當然你就要去做邏輯判斷 防呆嘛 如果他不是 偶數的話 那你就要跳出說請輸入一個偶數 那就結束掉 不要讓他繼續 可是 考試沒有這樣要求 所以呢 你可以寫啦 也許 但後面東西 是自己衍生的 你不要真的考試的時候 還這麼 認真的去把那個邏輯寫 寫判斷出來 那個等於是有點多餘了 考試寫這樣就得分了 OK 至於說當然 你如果要判斷 如果 他輸入之後 如果 那個 A 假如他 不是偶數的話 那你就是跳出一個訊息 跟他講說 你請輸入偶數 然後就直接結束程式的話 那請 請你可以 在這邊自己寫 但是這個部分 不是 考試要的 你可以想想看 因為如果要寫if 如果要偶數的話 一定是 什麼呢 A 什麼呢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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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等於等於0 等於0的話 那表示他是偶數 但是他不等 其實我們是不等於才跳離 所以你要打一個 驚嘆號 不等於 0的話 那怎麼樣呢 就跳離程式 先輸出一個訊息 就print什麼 請輸入一個偶數 然後 再換行之後 讓他強制跳離 那強制跳離不是break 就是一個 前面講的 os.exis 瓜乎0 他就整個跳離了 當然這種寫法 也許 可以自己寫 但是考試的時候 千萬不要 要寫 因為 如果 針對考試的部分 你的問題很好 因為 有的時候正常考試就是這樣 說真的很多人是一直抓牛角尖 問題是那個 他 不會 他不是這樣子要的東西 所以我 大概寫成 寫出這樣子 其實就有分了 OK 好 那待會的話呢 如果這一題完成之後 再來看一下那個 304 他什麼 倍數總和 幾倍的 比如說他輸入什麼呢 他這邊是5的倍數 的總了 比如說他輸入 21 意思就是 1加到21 裡面是5的倍數 5加總起來是多少 這邊的話基本上5的倍數總的 所以 應該是5 10 15 20嘛 所以510 1520加起來剛好50 OK 能夠相等那就把累加 所以這邊的話回圈裡面加一個邏輯判斷 然後最後把結果print出來就OK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其實一般工作裡面用最多 他也是一樣 回圈邏輯判斷 這些都是 非常常見的 不管是哪一種語言 你說拍照是這樣 VBA也是一樣 VBA也是常常就是回圈裡面搭配一個 邏輯判斷 那邏輯判斷不外乎就是 一重、兩重、多重 或者加連及交期 大概這樣其實就差不多足夠了 不管你是哪一種語言 反正 對我來說 只是語法稍改 其他 我覺得好像沒什麼不一樣 只是你要習慣語法的轉變 如果語法轉變你都OK 其實打起來差不了多少 換一下而已 OK 試一下